林采鑫庆生,买不起蛋糕吹蜡烛,就吹蜡小酱都有歌。 创作歌手林采鑫,贝贝,赴上海打拼五年,终于带助首张专辑声优反台宣传。 她是前女团Rumi的主唱,热爱唱歌和舞蹈的林采鑫,当时因公司无预警改组,团体接散失了方向,在主管郑中庸和前辈敖君仪的帮忙下,带助全身近胜的两千元,到上海找寻梦想,她深怕钱用光,光是做捷运就花掉大半钱,所以把吐司面包分成好几餐吃, 后来顺利进入《中国梦之声》选修比赛,那时心里想著,若能好好比赛,那每天都有变道,就不愁没饭吃了。 她一路挺进13强,并开始各种厮杀赛,赛期间刚好遇到生日,朋友看她结局坚持请她吃饭,因为对方也不宽裕,所以是在会场外的和菜馆颠了两道菜,买不起蛋糕吹蜡烛, 连彩心大赖赖说,没有蜡烛吹,就吹蜡椒酱吧。 反正都有歌,如今苦尽甘来,她将这五年来在上海发行的数位单曲,加上新歌集结成首章专辑《声优》,并将在三十一分之三、六、晚上七点在台大体育馆RF后台咖啡举办个人首场演唱会《声优》而生。 由于歌唱之路不是太顺遂,造就连彩心无比的任性,Rumi解散后,她带住全身仅有的两千元, 亦无反顾到上海去找机会,为了温饱,加入了《中国梦之声》大型选修比赛,渺小的自己心想,只要好好比,唱入决赛,就能一直有便当可以吃。 她果然屏住优异的歌喉,一路唱进十三强,也开始配合节目的宣传,有了通告和演出,当赚到第一笔酬劳五千元时,她不自觉落下心细的眼泪,打电话回台湾跟家人分享。 老天爷倦勿努努力的R,电影《小时代》四集在大陆纤细轰动,成为破纪录超高票房冠军, 也直接催生《小时代》音乐剧,林采新前往面试,脚靠的外形和完美的声线,让主办访为之惊艳,让她得到一纸合约,出马演出女主角林肖,电影版由杨幂饰演,的角色,展开大中华公演,也打响了知名度。 林采新一步一脚印,不但持续创作、演出,在五年间陆续发行数位单曲,如今她以最新歌曲《声优》为名,将所有数位单曲集结成集,在台发行, 林采新说,台湾是我的故乡,也是我梦想的起源,希望把作品带回我的岛屿,跟大家分享。 对林采新来说,声优拥有两种不同的意思。 一是替还没有声音的角色配上适当完美的声音,二则是声音优美的人。 声优这首歌是用第一种意思去暗示一段暧昧感情中,一方单方面的付出,只求能在对方开口时,自己能成为对方要的恰当角色,并且给这段暧昧不明的关系,配上一个完美的理由来存在。 而林采新则想用第二种含义去诠释这种心酸却不愿放手的角色。 曾有人问采新,奶的声音似乎比奶更有名。 对此,林采新比旁观者更坦然,她笑颜,只要我的歌声能带给人们感触和共鸣,能够在音乐中找到自己,我很乐意做个声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